武警的大火烧毁许多人的心血 而吉安厢长游淑珍在4号下午也特别到了火场现场 关心受灾民众 由于被烧毁的建筑物没有合法执照 因此无法申请仁爱基金 给予这个受灾户一点帮助 那么厢长也表示 后续会要求公所各客室来协助受灾户相关的复建工程 让这些民众能够早日回复正常生活 看着被烧成灰烬的工厂 老板娘一边哭一边整理内部的物品 吉安厢长游淑珍4号下午赶到现场 老板娘也哭喊着 厢长请你帮帮我 全部都烧光了怎么办 厢长游淑珍带着沉重的心情 一一慰问了这场火警的6个受灾户 并且制证仁爱基金 希望可以帮上一点小忙 天然灾害的无情 相公所献上我们的关怀跟慰问 因为我们天然灾害的补助办法 针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合格建物的这样的一个房屋 是没有办法给予实质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需求 所以吉安相公所特别由仁爱基金里面 送账我们关怀的慰问金前来做关怀 那尤其对于灾后重整之后我们所燃烧的一些废弃物 以及家中无法再使用的这一些清洁的物品 我们吉安相公所会利用清洁队的资源 来作为一个协助协力来完成整件家园的工作 那我们也谢谢我们的村长跟我们的屋主 也到现场来愿意来为我们这些正在打拼的年轻人 跟我们所有投注在心力 在这里经营了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所有的业者 我们相信社会的温暖 我们能够尽力的在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公所 做到能够极尽能力的协助范围来帮忙他们 大火烧尽了一切希望 后续的整理和附建工程还很漫长 厢长游淑珍也指示厢公所相关科室 在合乎程序的情形之下尽可能给予帮助 首先屋主说会尽快把工厂建筑物重建回来 让这些业者可以赶快有重新营业萌生的机会 而吉安相公所也会协助相关的附建事宜 让这些业者能够赶快回复正常生活 介入会吉安相报道 这些业者能够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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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